一男一女同時離開飯店 只見女子連身拜拜都沒有 轉頭直接離開 甚至越走越快 一刻都不想久留 因為在房間內發生的事情 至今迴響人心有餘悸 他馬上扣住我的手 他叫我坐著不要動 然後叫我好好配合他 A小姐從事八大行業 當天以為跟平常一樣接客 沒想到對方洋裝成便衣刑警 進到房間 雙手立刻被上扣 手機也被拿走 時間長達整整一小時 被害女子受困的地點 就位在吉城路的這間飯店 警方調閱監視器發現 這名男子長期把這個飯店 當作恐嚇映招女子的據點 甚至每次提供的電話和名字 都不相同 就是為了躲避追查 假冒警察的就是這位 戴著鴨舌帽身材壯碩的中年男 群組內陸續出現其他受害者 表示曾在土城頂埔捷運站 也看過這名男子 自稱警察要收保護費半年三萬元 A小姐最後到警局提高妨害自由 嫌犯專條硬招女子下手 看準她們怕觸犯社違法 被罰前不敢報案 假冒警察民意到處恐嚇 警方也擴大調閱監視器 要揪出這位假人民保母 不讓他繼續猥瑣